2004年11月29日晚上8点 郑州市二七公安分局接到报警电话 在辖区的星月网吧门前发生了一起血案 警方立即赶到了案发现场 我们赶到现场 这个受伤的人已经被拉到医院去了 现场只遗留了有血迹 警方随后从医院了解到 伤者因为被刀刺破了肺脏而引起急性失血性休克 已经不治身亡 当时我们第一步工作 现场周围就开始走法 了解到被扎死这个人是从网吧里面出来的 有很多学生当时反映 有一个学生叫王晨明 他是当时被两男一女叫到网吧外面 对他进行殴打 他当时在网吧外面大声喊叫 然后网吧的人全部都从网吧冲了出来 有的是看热闹 有的是这个他的同学出来看怎么回事 这个死者叫徐军江呢 就是冲在最前面 直接和这个当时打王晨明这两男一女发生了这个 发生了这个正面冲突 然后被其中的一个男子用刀炸到胸部 死者名叫徐军江 是郑州一所大学的学生 从目击证人反映的情况看 当时那两男一女来网吧 要打的对象并不是徐军江 而是他的同学王晨明 警方于是马上找到王晨明 了解他与那两男一女发生冲突的原因 他也不认识来打他的人 他这个他说他唯一和人有矛盾的就是在网上 当天下午在网上和别人发生了这个就是争吵和网上在网上发生了打骂打架打架行为 这就是唯一当时的一个疑点 据王晨明讲 当天下午在网上和他发生争吵的是两个网民叫我爱我的非和我爱我的智德 起因是双方在玩一种含有搏杀内容的游戏时 由于王晨明总是占上风 对方很生气 于是就跟他打起了嘴仗 并扬言要报复他 那么王晨明所说的这两个人与打他的那几个人是否有关呢 警方决定先从这一线索展开调查 并且封锁了徐军江已经死亡的消息 嫌疑人当时因为他打完架之后就开车走了 坐出租车走了 他并不知道这个现场后来发生的情况 如果第二天嫌疑人得到这个消息 说当事人已经不行了 他就是肯定会出逃 就会为这个案件征破带来更大的难度 警方于案发当晚便开始对郑州各大小网发分头走访 查找王传明提到的那两个网名叫我爱我的智和我爱我的飞的人 了解到其中有一个人 有一个女孩叫网名叫这个冰凉小手的 她反映一个情况 曾经在网上见过这个我爱我的智和我爱我的飞和另外一个人 就是网名网名叫这个闪电和这个叫闪电的人 他们一起上过网他曾经知道闪电在这个城东路一家网吧上网 我们就在城东路的几家网吧进行这个排查找到了这个闪电 他提供说啊 这个我爱我的智和我爱我的飞 他们都是通过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认识的 曾经在一个网吧上过网 他们见过面 但是他也不知道他们叫真实姓名叫什么 家庭住在哪 据网名叫闪电的人讲 我爱我的飞是个男的 我爱我的智是个女的 两人都是二十多岁 是一对情侣 经常在郑州城北路的一家网吧上网 闪电说 他和这两个人也不很熟悉 但是他提供的这两个人的体貌特征 与现场目击证人描述的样子非常相像 警方立即赶到城北路的那家网吧寻找线索 网吧老板就回忆 在这个很久以前 很早以前呢 我爱我的飞 这个男青年在上网的时候 曾经用过他自己的身份证 他曾经做过记录 然后把这个最原始的这个底侧翻了出来 当时了解到这个我爱我的飞 是叫全永志 家是黑龙江的 然后把他的家庭住址掉了出来 网民有人知道这个 我爱我的飞的这个手机电话 我们又开始 并且说这个我爱我的飞 经常在这家网吧上网 于是我们就是在这家网吧守候 然而当天晚上 这个网名叫我爱我的飞 真名叫全永志的人 并没有在这家网吧出现 而他的手机又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警方虽然还不能断定全永志和他的女友 就是到网吧去报复王传明的人 2005年3月15日 三名中年人带着一名21岁的怀孕女青年 来到柳州市公安局柳北分局的值班师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公安局报案 被害人搅拦说 自己肚子里怀着的孩子 就是那个男人留下的后果 面对如此确凿的证据和证人 刘北分局领导决定 对实施强奸的犯罪嫌疑人 立即实施抓捕 第二天3月16日一早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 办案民警前往犯罪嫌疑人所在的 柳州市柳北区长塘镇 三月16号上午 我们大队领导 带着我们组的四个同志 然后赶到他的赞助处 这个犯罪嫌疑人赞助处 这个到那地方一看了也没有人 我们就分两组 分两个地点来守候 来伏击 犯案民警守候到下午一点钟左右 发现犯罪嫌疑人终于回家吃饭 便顺利的将其抓获 这名男子名叫石河征 现年49岁 广西滕县太平镇鸿安村人 来柳州已有十多年 平时在各种工地做泥水浆 但是当警方开始审讯的时候 石河征却拒不承认自己强奸了小岚 让警方感到诧异的是 石河征一方面承认自己 确实与小岚发生过性关系 暂且不说是否属于自愿 另一方面 石河征居然说小岚是她的女儿 石河征与小岚到底是什么关系 最初产生这个疑问的人 就是小岚的邻居兼房东朱先生 朱先生向警方反应说 今年春节前后 石河征来到他这里租房子 当时石河征说 他要和女儿一起搬过来住 来租房子的时候 他说是他的女儿来住 后来呢 当天晚上搬来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女人我问他 他说是他的老婆 我说你不是说是你的女儿吗 他也不坐生 在房东眼里 21岁的小岚和49岁的石河征 应该属于妇女关系 但是此时小岚已经怀孕 房东却没有见过小岚的母亲 当石河征与小岚住下后 住在旁边的房东朱先生很快发现 这两个年龄差异很大的男女 俨然过着夫妻的生活 朱先生不禁产生了新的怀疑 这个女的年纪太小了 她也太老了 不相配 就像小孩一样这个女的 肚子又大了 我看见肚子又有点大了 我说不对 我就问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也不好说 小岚的吞吞吐吐 不肯说出实话 石河征的真真假假 不知道哪句话是实话 房东只好注意观察 这一老一少的日常生活 在房东的多次询问下 石河征不得不向房东承认说 小岚是她的小老婆 也就是常说的二男 但是房东发现 小岚与人们一般想象中的小老婆 有较大的差异 在房东朱先生看来 小岚的生活状态 完全不是那种享受型的小老婆 石河征的收入状况 也不太可能吸引一个 与自己年龄相差 近三十岁的小老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十几天后 相机性的一幕发生了 一个中年妇女 经常来看望怀孕的小岚 并且这个中年妇女 对朱先生说 她是石河征的老婆 我就觉得奇怪了 怎么老婆 老公养了个小婆 老婆老师来看 两三天来看一次 我觉得奇怪了 怎么会这样的呢 天下没有这种事量 是吧 为了搞清楚 这三个人的复杂关系 房东趁石河征 不在家的时候 主动与小岚聊天 当小岚吞吞吐吐 说出了一点真相的时候 房东朱先生 终于静呆了 后来我就问了 那个女 那个女的说 她说 那个是她妈 古怪了 有这样事发生的 我问她 不是她的前爸 她说是她的后爸 一个男人 有两个老婆 这两个老婆 居然还是亲生母女 这就是房东朱先生 当初了解的事实 充满正义感的房东 立即找了两个帮手 带着小岚一起到公安局报案 面对警方掌握的证据 石河征终于交代了 自己这段复杂的男女关系 石河征以前一直是种田的农民 由于收入较低 长期找不到对象 1990年 石河征来到柳州市打工 收入有所提高 那时的石河征已经34岁 那一年她遇到了谢美英 你什么时候认识那个谢美英 他叫 八九年到九九年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在广场外 找工她的外来买饭 然后她一晚出来 她一聊天 肯定认识的 你是什么时候跟谢美英住在一起 九十年到九十年 你们住一起 你们办几万少去 我要办的 谢美英是离过婚的 小岚是谢美英 与前夫所生的女儿 当年只有六岁 石河征与谢美英 很快就同居了 1995年 石河征与谢美英 生了一个女儿 石河征认为 虽然自己在城里打工 收入无所保障 但是按自身的条件 也只能找谢美英 这样条件 更差的离婚女人 在石河征快四十岁的时候 她盼来的第一个孩子 却是一个 有智力障碍的女儿 在石河征的头脑中 传宗接代的思想 根深蒂固 想要一个儿子的念头 占据了她的全部思维 终于在一天夜里 石河征将那双罪恶的双手 伸向了年仅十六岁的 洋女与小岸 谢美英是一个文盲 几乎没有什么谋生的手段 在于石河征同居之前 谢美英靠解拉紧卖钱为生 于石河征形成的四十婚姻后 又生下了一个智力残疾的女儿 石河征成为她和孩子 唯一的经济来源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愚昧的谢美英虽然愤怒 但还是默许了眼前的一切 谢美英当时不知道自己有着遗传病史 因此她与前夫所生的女儿小岚 和于石河征所生的女儿都有智力残疾 只是小岚的程度轻一点 为了证实这一点 刘北分局的民警特地给小岚做了精神鉴定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精神障碍的女性发生婚外的性关系 不论女方是否自怨 都按强奸论处 因此石河征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但是由于谢美英担心 如果石河征被警察抓走 她自己和两个女儿将无法维持生计 便没有及时报案 谢美英的这种迁就 使得石河征有恃无口 由于当年谢美英也将近四十岁 石河征便以谢美英年龄太大 无法生意为理由 更加肆无忌惮地 与年幼的小岚 开始过起了所谓的夫妻生活 她妻子有时候就是 他们睡一张床 有时候她是两张床 两张床她跟她这个妓女 就是说 她能关系后 再回来跟她老婆睡 警方进一步调查显示 石河征开始长期霸占养女小岚后 为避人耳目经常变换住址 后来甚至带着小岚单独居住 谢美英只是偶尔去盼望一下年幼的女儿小岚 2002年石河征发现小岚怀孕了 便在远离市区的浙姑江园艺厂 租了一个简易的房子 她要小岚把孩子生下来 第一次打胎以后 一个月就怀孕了 怀孕了就出生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她不想 一个是她老家的亲戚想要个女孩 想要个小孩来抚养 第二个她就是感觉到 这个女孩她不想在这 因为她自己有一个女孩了 亲生的 这个女孩又跟妓女生的 她不想就是赡养 把她送出去 她送出去也得要钱 石河征自己辩解说 她把孩子卖掉是因为她想要儿子 但是小岚生下的却是女孩 愚昧的谢美英居然再次迁就了石河征 甚至还帮助石河征 把女婴卖给了石河征的亲戚 警方指出 石河征与谢美英的这一行为 还涉嫌触犯了另一条法律 贩卖婴儿 她不讲卖 但是她把这小孩送给她了 她也把钱要回来 她要一部分钱 她自己交代是那个 在医院花费的钱 住院花的钱 警方很快证实 小岚生下那个女婴 根本就没有住院 因此石河征的辩解 完全是谎言 卖掉女婴后不久 小岚又怀孕了 怀揣着要一个儿子的梦想 石河征不顾伦理道德 不顾周围公有的议论 强行要求小岚生下这个孩子 为了保证自己未来儿子的健康 石河征开始给小岚加营养 那男的来我就买鸡 过节啊什么时候 买鸡去煮个男女吃 王先生是当初石河征 强迫小岚生孩子时 斩住地的邻居 据王先生回忆 当时的石河征 与小岚很少同周围的人交往 因此当初王先生 对他们的真实情况 也不了解 他打招呼 他那女就不理我 他当时他带个肚子的 我看到我跟他讲 我小妹 我们以后是改变领事了 是邻居了 他不理我 他都走 第一个头都走过去了 王先生那时不知道 这个邻居的神秘生活 完全是因为石河征 害怕别人发现自己的丑恶行为 而处心机率安排的 但是 纸总是包不住火 时间一长 石河征的尾巴还是露得出来 自从小岚再次怀孕后 王先生发现 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来看过几次怀孕的小岚 那时 王先生一直以为 这个女人是小岚的姐姐 我说 刚才那是你姐吗 她不是吧 那是我妈来 因为那个女的走过去 我看到 她的面很像 跟她很像的 我说 我说是你姐吗 她说不是是我妈来 这种我就知道 跟问题都连重了 由于王先生始终没有搞清楚 这三个人之间的真实关系 因此 她只是觉得 石河征违犯了计划生育政策 便向当地的计划生育管理部门 反映了情况 但是 在当地有关部门开始调查之前 小岚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为了避人耳目 石河征在一个凌晨 将卫生所的卫生员 请到了家里 为小岚接生 大概是下半月 可能有两三点钟 因为我回来已经是 可能我到家都快五点钟了 我去那里 反正一进去 小孩已经会哭了 进去的时候小孩已经哭了 一进去他家的小孩已经哭了 哭了 那小孩已经生下来了 小孩的面容过方面还是蛮好的 哭声也蛮洪亮的 你就说挺健的 嗯 是啊 小孩是蛮健康的 我问他 我想这个是什么人 他就是他女儿 面对卫生员的询问 石河征开始编造谎言 石河征的谎言 虽然说得极其自然 但面对表情异常痛苦的小岚 医生仍旧疑惑不尽 这个年轻的产妇在生产时 她的母亲为什么没有在这里照顾她 反而却只有父亲在场的 当时我就问他 我说 妈妈这么小 你说生小孩了 他也不答我 所以他就是这个男的答应 我们兴奋是这样的 他就是他女儿 既然是你女儿 那为什么不给你 不给他妈妈来这里复利一个产妇 那你怎么一个男来这里复利 他讲他妈妈不防备 当时他讲不防备 我是考虑是不是她是 补救啊 还是补手啊 是这个自卫人 怕提起人家伤心事啊 石河征的回答 让卫生员不好更多的过问 因此帮小岚做完清理后 卫生员看到小岚很正常 孩子也很健康 便匆匆离开了 对于警方来说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既然邻居和卫生员都证实 小岚又生了第二个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现在在哪里呢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 石河征的行为显示出 越来越多的违法迹象 警方开始针对石河征 展开了新一轮的审讯 最开始的时候 她我们审问她的时候 她对这个小孩的去向 一开始她含糊其词 一会儿又说 拿到铁路边了 就是说在天亮的时候 以为说有别人捡走了 一会儿又说了 又说放在那个路边了 放哪个路边了 我们感觉到她这个 去问她这个答话来回答来 就是说有点疑点 从小岚生下第二个孩子 到警方介入调查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那个婴儿到底在什么地方 办案民警发现 石河征所交代的内容 疑点重重 自相矛盾 这样到了审讯力度 之后她就没办法 迫于这个压力啊 道德压力啊 心理上这种 承受不住了 到后来呢 她搭这一点了以后呢 我们就给她 因为中午了啊 跟她买了快餐 买了汤 给她吃 她就 吃了以后 她干脆 说反正 做了这种伤天害的事的啊 也是报应 我就干脆说了 石河征终于承认 那个婴儿并没有被她扔掉 也没有送人 而是被她亲手杀害 年近五十的石河征 想尽早要一个儿子的欲望 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 为此 她不惜长期霸占自己的养女 但是 当她发现小兰生下的第二个孩子 仍然是一个女孩时 再次极度失望 在小兰生下来之后 在凌晨第四点钟左右吧 四五点钟 五点钟 四点钟 我抱小孩出来 抱小孩出来 就是走出那个房子 有四十米的样子 一个树下面 一个树旁边 左手抱着小孩 右手 就掐那个 小孩的脖颈 掐着有 大概有一分钟的样子 就是说 她估计小孩已经死了 就是说 她又拿到一个山坡上 一个树底下去埋了 杀害并埋掉婴儿后 石赫征担心 事情将来会败露 为了混淆视听 石赫征故意向邻居 散布了一些谎言 她说 我养猪 猪死了 我家那个猪 七八十斤就死了 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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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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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死了 后来我拖了来 埋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拖了一个猪来 当时我就想 我从来没进去 某种车后面拖的东西 是吧 然后可能我不在家里拖来 我不知道 她说 我拖了一个猪来 埋在书架里 下面 石赫征向邻居散布了这个谎言 却把真相告诉了谢美英 事发之后 谢美英虽然谴责了 石赫征亲手杀害 亲生女儿的行为 但是 谢美英的想法 让人感到极端的愚昧和震惊 我拖了 将原历场取决戒长 你当时你掐了什么位置 掐了他的脖子 你掐了多久 半多钟 一分钟 当时他死了没有 那么多 石鹤峥指认了他埋藏婴儿尸体的现场 并亲手将已经埋藏了一年多的婴儿尸体 挖了出来 你够了 走走走 至此石鹤峥禽兽不如的丑恶行径 终于大败于天下 但是直到石鹤峥被正式逮捕 他依然幻想着小兰能为他生一个儿子 居然向民警提出了极为荒唐的请求 他还想着还跟我们说 他如果是个男孩 就让 让他是妓女或者是他老婆 把他养大 他的这个行为 从他的社会意义来说 应该这种行为是遭到很多人的谴责的 这个也是有博常理的 和这个能理道德方面 他的行为都很遭到一些谴责的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完成了侦查取证工作 将石鹤峥移交到检查机关准备提起公诉 这个石鹤峥这个人的行为呢 石鹤峥为了要一个儿子 不顾道德伦理和法律法规 其行为不光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也应受到道德舆论的严厉谴责 而面对石鹤峥这个衣冠禽兽 石鹤峥和小兰所表现出的愚昧无知也令人震惊 如果他们多一点法律常识 小兰所遭受的悲剧或许不会发生 这一案件同时也提醒当地有关部门 应该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教育 同时也应该为石鹤峥这类弱势人群 提供更多的帮助 才能有效避免此类案件的发生